小姐 小姐 打笨梯 小姐 又打笨梯 妈妈 女儿又不一定打笨梯啊 女儿是感冒了吗 还是鼻子过敏呢 需要看医生吃药吗 妈妈 女儿都要这样了啊 小姐 没有发烧 不知道是感冒还是鼻子过敏 还是要找医生看一下比较安心 跟我找全助理健康管家帮忙 您好 您好 感谢联络全助理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呢 您好 我女儿不舒服 我女儿沈凌不停打笨梯 能帮忙联络她专属的 线上家庭医生吗 陈医生一直负责跟进 Celine的个案 和熟悉她的情况 让我们为您好好安排 Celine妹妹 今天来看诊 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的呢 另外 过敏性鼻炎的情况怎么样呢 有按照我的建议 躲开致命园吗 当然有呀 最近她的情况改善了很多 可是今天又突然不停打笨梯 不知道是过敏性鼻炎发出 还是得了感冒 我已经把她量过体温 没有发烧 明白 你们尽量告诉我 Celine最近的身体状况和参加过的活动 让我可以了解病因 明白了 Celine应该是轻微过敏性鼻炎发作 你们要尽量保持室内环境空气流通 继续躲开致命园 特别是毛绒娃娃 看看情况有没有好转 三天后再来复诊 好呀 医生麻烦您了 谢谢陈医生 陈医生再见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拜拜 那你记得听医生的话 不要接触毛绒娃娃了 只是喝水呛到 不用担心 谢谢陈医生 谢谢陈医生 陈医生 快乐 吃 平安 你 得过